每一年的中原普渡新世坡有限电视 就会将普渡过后的祭祀物资 捐赠给社会上的慈善单位 而今年则是将这些物资捐赠给荣光育幼院 希望能够让小朋友感受到社会上的温暖 货车上搬下一车又一车的爱心物资 除了有小朋友爱吃的零食外 还有基本的主食及沙拉油等 每年农历七月新世坡有限电视公司 都固定会把祭祀的食品送往荣光育幼院 补充孩子们平日营养的所需 而这些物资也特别针对了院童所需要而采卖 希望能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上送来的温暖 新世坡跟我们荣光是多年的感情 那荣光的孩子就像我们新世坡的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新世坡已经持续好多年 都有为小朋友举办夏令营 然后新世坡每年也把这个浦度的贡品 都是这个量身定制量身来买一些好的东西 那既拜我们把东西呢全部送到荣光 那给小朋友啦 民生用品都可以使用 那新世坡也会持续继续做 那我们继续来关怀我们的弱势 然后关怀我们荣光 很感谢新世坡历年来一直都是在照顾我们弱势团体 尤其是荣光益幼院 这几年来无论是夏令营也好 或中原普渡都有好康的 一定想到荣光益幼院 我们这些孩子真的很幸福 受到新世坡的一个照顾 真的很感恩 每一样都是很恩典 谢谢新世坡这几年来 给我们的爱 给我们的温暖 我们会铭记在一起 真的很感谢不已 忙着整理刚送进育幼院的物资 小朋友们也都特别开心 新世坡有限电视公司除了关怀弱势 也长期给予低收入付收视费的减面 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一起来关心我们的下一代 中甲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